我放下从哪开始 从布施开始 布施是什么 布施调腹 就是浮烦恼啊 什么烦恼 意 就是念头 贪嗔痴慢疑的习气 就是这个意 欢喜不识 这个习气慢慢自然就不了 修财不识 欢喜财不识 你对那个贪就放下了 而且这个贪里面范围很广 财色明实睡都要放 为什么说把财摆在地上 确实 一般人呢 真的 把财看得太重 所以把它放在地上 你看第二个就是 我也曾经听 这个同修告诉我 他们曾经有人做了调查 普遍去采访 问问这些年轻人 中年人 老年人 过行过业的 问他们 在你们这个 这个这个 理念当中 人生在世 什么最重要 只说一种 什么最重要 大家都说财 几千个人 几千个人 里面的时候 几乎都是一致的 好像没有说财的话 只有几个人 有了财之后 第二个什么最重要 一定是死 你看看你麻烦不麻烦 你是这个都可怕 这个东西要淡化了 你不淡化了 出不了 不但出不了 就断轮回 出不了三窝道 因为贪嗔吃慢 它是与三窝道相干 它不是三善道 人意离知性 是三善道 十善业 是三善道 他们都没有说 其心动念 全是跟卧道相应 你这还得了吗 你说这都可怕 几个人 其心动念 跟孝提中心相应 跟离异廉耻相应 跟仁爱和平相应 有几个 一个都没有了 你去调查 一百个人当中 没有一个 一千个人当中 也没有一个 一万人当中 恐怕还是没有一个 那么这个社会 所以才会有灾难 2012 这个灾难的预言 很多人问我 大家对这段事情 心都不安 这是我们能想象的道理 科学家 布莱登 他不以为然 他说 2012 是全人类 弃卧阳山 盖邪归正 一个奇迹 所有的人 地球上 所有的人 都能端正心念 将来的世界 会越来越美好 我们听了 有没有问题 你从另一个角度 去看它 假如现在世界人 不肯 欺卧向山 不肯 改邪归正 没有正念 那怎么办 这是一个 转捋点 端正心念 这个世界有救 不会毁灭 如果不能改邪归正 依旧心念念 都是自私自利 那这个世界 不就跟 语言家讲的一样吗 世界末日 时间越来越近 科学家提出警告 时间 大概就在 12个月到 18个月 就能够明显地 见到 我们佛门弟子 听到这个信息 好死 我们要加工 永恒 客气 取真 来得及吗 来得及 弥陀经跟我们讲 若一日到 若七日都能成功 那我们还有一年到 12个月到18个月 这时间足够了 万元放下 一心念佛 不但往生 高品位的往生 所以这个信息 对真修行人来讲的话 是很好的正常员 你这个时候不能不放下了 摆在你面前 两条路 一个是极乐世界 一个是世界毁灭 你走哪条路 走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心念断正 都是气窝 扬山 都是盖邪归正 纵然不往生 极乐世界 那就像 普莱登博士所说的 拯救了地球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念佛人 这里念岸重 意思在里头 我们可以 像科学家所说的一样 我们能拯救地球 我们把地球 带到更好的方向 另外一个意思 我们会到 西方极乐世界去 会永远离开 不但是六道轮回 离开释法界 徐决的群 在我们手上 不在任何人手上 我们自己真觉悟 真得干 就能有成就 所以布施 就非常重要 看到别人有需要 我们自己能帮得上忙 全心全力帮助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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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